吉隆坡综合训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,马国希望能成为中国在东协的港口转运中心,因此,他将在下个月访华,与中国中原海运集运有限公司,中原海运集运,探讨合作方式。 其实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,基于地缘政治,马来西亚参与意愿,参与度是比较高的。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积极投资马来西亚港口和铁路,这些举措一旦落实或将改变区域贸易路线,新加坡拥挤的货物吞吐量将向马来西亚转移,这有助于摆脱中国庞大的国际贸易对新加坡港口的过度依赖。 一带一路,全球约80%介于东西部的海上贸易以马六甲海峡为航道,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变对马六甲的依赖,以确保国际贸易通道的安全。 一,通过一带一路,将高铁连接东南亚,将东南亚纳入亚欧铁路网。 二,摆脱对新加坡港的过度依赖,加强于马来西亚,斯里兰卡,巴基斯坦等东南亚,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合作,建设,运营新港,旧港,将更多的贸易中转放在其他国家港口。 比如我们与马来西亚合作建设马来西亚黄金港和马六甲港,黄金港港口具有比新加坡更加明显的港口优势,而且其背靠马来西亚首都。 马六甲是马来西亚中部沿海的一个城市,在新加坡西面,离新加坡约三、四百公里的距离,有八十多公里的岸线可以建设深水港。 此外,中国本土港口也不断加强与马来西亚港口的合作,两国组成了港口联盟,通过减少双方的海关障碍来推动贸易。 根据这一港口联盟,十个中国港口,大连、上海、宁波、青州、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深圳、海南和太苍江与六个马来西亚港口,巴生港、马六甲、丁王宇、柔佛、关丹和明都鲁进行合作。 而且这个港口联盟在不断吸纳中马两个新的港口加入,目前大概有二十一个港口加入,中国部分企业参股运营马来西亚港口,比如广西北部班国际港务集团也参股运营了马来西亚关丹港,问莱摩拉港,中国开始加大对斯里兰卡港口投资并运营。 斯里兰卡作为印度洋一个点,是中国进行海洋贸易重要的中转站,之前是租用港口,现在实打实地投资,参与运作。 这对保障我国贸易通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中国参与巴基斯坦刮达尔港建设,打开陆路能源通道,摆脱对马六甲过度依赖,马来西亚希望加强与中国港口合作,怎么合作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呢? 我认为,中国海运公司港口运营集团加强在海外港口投资运营,实际参与海外码头自动化改造升级,码头产业园运营,提升海外港口贸易中占及港口进出口吞吐能力。 这一点,中国是想象直接参与投资,甚至控股一些港口,已在海外港口长久运营,有利于长远发展。